我想做的比較是GNV的類似像知識庫 就是說沒有人知道是一個沒有人應該知道的事情 可是現在是沒有人知道一個沒有人應該知道的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身為一個剛入坑的沒有人 我想要記錄這個過程 就是說可以讓大家分享說 一個沒有人進來的時候他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他可以知道什麼事 可是我覺得GNV 就是我企圖不止於此 就是GNV其實在這幾年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想要在過程中 我也希望能夠記錄這些人的這些事情 讓整個GNV的代理可以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的目的大概是這樣 就是收集出行者應該知道的事情 然後當然也有就是把一些身位資料留下來 然後做經驗的傳承 可是中間我想強調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這個討論可以去討論 GNV未來可以做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知道未來想做什麼 其實這些資料都不一定能夠知道說 我們要留下來哪些東西這樣 那這個內容是我戰略的 其實我還在探索中 就是到底哪些事情 是GNV應該留下來讓大家知道 到底哪些事情是做一個沒有人 或是你想變成沒有人想知道的事情 那這個準則我現在想的是說 還是以自己想像的為 就是說你自己覺得想讀的 然後這個資料你沒有找到 然後會說你覺得這個資料是大家想讀的 那對大家有幫助的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GNV的沒有人的活動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個自發性的 就是說你覺得你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那就是在一個結構下 大家去做 然後我們可以幫GNV留下來的東西 那這是我可能今天需要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 尤其像我是一個剛入坑的沒有人 所以很希望能夠有更多經驗的同事 沒有人來分享 就是說他覺得可以哪些知識留下來 那我們可以把它記錄 然後做固定的討論 那在想像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同時心裡還有一個心話 就是這個社群的計畫 因為當你在想像一個知識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像這個知識給誰用 然後它有什麼需求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社群的規劃 那我的觀察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社群比較多是 在教大家如何入坑 那可是入坑以後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還要再繼續討論 也許是它更複雜 那尤其在GNV有Grand以後 我覺得這個入坑以後的社群 可能變得更加重要 所以我希望能夠想像一個 同時想像一個有機會的社群 那我覺得就是 主要還要了解大家的需求 那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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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